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乒乓球WTT法兰克福冠军赛结束第七天的全部对决 诞生决赛完整名单 其中 女单冠 亚军已经被中国选手包揽 王曼玉 王毅迪分别战胜队友陈幸彤 日本小将张本美和会师 蓝丹决赛将在中瑞运动员之间展开 林诗栋 卡尔伯格分别淘汰台湾选手林云如 瑞典队友莫雷加德 至于日本等协会已经全军覆没 北京时间11月10日 乒乓球WTT法兰克福冠军赛即将迎来最后一天的对决 诞生两项冠军 目前国兵选手王曼玉 王毅迪已经会师女单决赛 所以中国队已经提前包揽该项目的冠 亚军 至于男单则是国兵选手林诗栋战瑞典强敌卡尔伯格 后者本次比赛的表现非常出色 第二轮就3比0淘汰了国兵世界冠军排名第一的奥运主力王楚钦 半决赛又4比2逆转奥运亚军队友莫雷加德 林诗栋面临严峻考验 期待他能抗压成功 林诗栋和卡尔伯格以前打过一次 而且格的还非常近 就在本年度的北京大满贯 当时双方是敖战五局分出胜负 李诗洞以3比2险胜对手 并一举夺得北京大满贯南丹冠军 本次冠军赛国兵总计7人参加 其中南丹王楚钦在16强赛 折起沉沙0比3不敌卡尔伯格 紧接着女单两人均止步八强赛 其中何卓嘉是1比3输 给日本小将张本美和 前天一则是0比3不敌队友王曼玉 王曼玉与王亦迪 陈姓彤 林诗栋一起晋级半决赛 在四强之战中 王曼玉继续保持强势 在0比1落后的情况下 4比1逆转队友陈姓彤 王亦迪顶住压力各战六局 最终4比2淘汰此前两连胜 自己的张本美和 林诗栋则是4比0大获全胜 迎风台湾名将林云如 至于卡尔伯格 则是4比2逆转瑞典队友 莫雷加德 成为外协会的最后夺冠希望 根据安排 北京时间11月10日晚上21点 女单决赛将率先开打 由王曼玉对阵王亦迪 非常巧合的是 去年WTT法兰克福冠军赛 也是他俩晋级 最后一轮争冠 当时是王亦迪 以较大的优势 4比0登顶 随后 王亦迪连输王曼玉三次 但最近又在 WTT澳门冠军赛 上4比0击败王曼玉 本战比赛突破张本美和 更是士气大增 王曼玉能否反败为胜 存在悬念 至于22点的南单决赛 对于19岁小将林诗栋来说 是一个挑战 虽然他的世界排名更高 且与卡尔伯格的唯一一次交手 是越在WTT中国大满贯赛上 取得了胜利 但却是3比2艰难拿下 而这次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 尚且一局未赢 被卡尔伯格临风 世界排名第二的林诗栋 能否顶住压力 也是未知之数 希望他能卸下包袱 轻装上阵 争取成为国拼男单的孤胆英雄 中国乒乓球队此前在亚锦赛兵败 紧接着又在蒙比利哀冠军赛折击 连续两战的比赛都没有打好 国拼因此遭遇诸多质疑 主要是连续两战单打都无缘决赛 这在国拼历史上实属罕见 亚锦赛后 国拼教练组就着手调整 蒙比利哀战挨得太近 未能调整过来 面对前所未有的被动局面 总教练李笋亲自回应 以缓解球迷们的质疑声 此后 国拼果然在马斯卡特挑战赛 强势反弹 直接包揽五项冠军 宣告王者地位 马斯卡特战外协会高手多位出战 而国拼又派出大量选手参赛 不少球迷依然颇有微词 当然 宽曼横扫大腾杀跃的比赛 还是备受赞誉 如今 国拼在法兰克福冠军赛强势表现 宇丹方面已经提前锁定冠亚军 蓝丹方面临时洞晋级决赛完成基本任务 因此 国拼在法兰克福站确保拿到三座奖杯 综合而言 国拼逐渐回到正轨 但目前阶段依然还有不少的问题 需要教练组继续调整解决 年度总决赛赛程临近 国拼目前看起来准备基本到位 冲击四贯有望 在不久前结束的乒乓球WTT法兰克福冠军赛 女单半决赛中 国拼选手王逸迪恶战六局 4比2击败日本强敌张本美和晋级 而在今年的世界杯亚锦赛上 王逸迪都输给了这位年仅16岁的小将 且近两年已经多次不敌日本选手 那么本战比赛他是如何做到反败为胜的呢 首先王逸迪发挥出了自己的正手实力 没有再过分执着与张本美和比拼反手 王逸迪本身并不是一位以正手健长的运动员 他的主要得分方式与张本美和很像 那就是在台内通过反手的速度制造优势得分 然而在此前两次与张本美和的对决中 王逸迪都没有在反手为战局上风 而越落后他却越要与对方在这个环节较劲 结果便出现了两连败 但实际上中国乒乓球队主力运动员的正手功底 是普遍好于日本选手的 王逸迪也不例外 所以本次比赛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王逸迪在正手位打出了许多强势的进攻 接发球的时候也会主动挥球到张本美和的正手 逼对方与自己形成正手对抗 纵观整场比赛 王逸迪强势的时候都是正手进攻行云流水 直接拉穿张本美和的防线 而失利的时候就是再次陷入与对方反手近台对抗 这也是导致比赛中间段出现胶着的重要原因 好在他最终还是坚定地执行了有效的战术 由此而赢得胜利 其次 王逸迪挥球比过去更注重旋转的威胁 以此压制张本美和的速度 球迷朋友们都知道 相比于反手 正手的发力幅度更大 但相对应的蓄力时间也更长 所以在台内的速度优势不如反手明显 王逸迪这次既然多次使用正手赢球 那就意味着会牺牲一部分速度来增强力量与旋转 而在比赛过程中 王逸迪不光正手 而且反手也有许多是加转而非加速 并非顶在前面 而是充分发力制造旋转 这就让张本美和有些对不上点 难以进入自己所擅长的快节奏对攻环节 同时也增加了回球过程中的失误率 最后王逸迪这次的心态比较稳定 没有因为战况胶着而刺乱阵脚 事实上王逸迪的实力 绝不会逊色于任何日本主力 早年也是胜多负少 而频繁输求就是从自己得到教练组重用 有机会冲击巴黎奥运会资格的那段时间开始的 这也能说明他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心态出现波动而遭遇败绩 如今巴黎奥运会已经结束 王逸迪在经历了亚锦赛的动荡后 逐渐平稳了自己的心态 再加上马林等国平教练的悉心开导与指点 他也开始走出之前输球的阴影 这次在与张本美和的对决中显得更加沉稳 优势也慢慢凸显了出来 在陈梦明确表态不征战洛杉矶奥运会的情况下 王逸迪仍然有王在新周期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希望他莫在犯之前同样得错误 用平常心迎接挑战 争取获得更多的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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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付与充就存在写上 麦可说